法師慈悲 各位蓮佑 南無阿彌陀佛 今天我們繼續學習道綽大師的安樂集 今天要講的主題是 快速成就的法門 現代的人看到這個題目可能就會吸引 畢竟有些人有心學佛 但是平常可能生活太忙 沒有時間 那佛門裡面到底有沒有快速成就 不花時間成就的法門呢? 有些人可能認為說 這個學佛哪有什麼快速成就的 總覺得學佛要花很長的時間 那殊不知 還真的有所謂的快速般的 道綽大師在《安樂集》裡面就講到了 那今天 這段文有點長 我先讀一次 把它讀完 然後再慢慢解釋 我們看 民修道言處 欲令恕惑不退 民言恕者 但一切眾生 莫不厌苦求樂 為父求解 皆與早正無上菩提者 現需發菩提心為首 此心難事難起 重令發得此心 依經終須修十種行 為 信 禁 念 戒 定 會 舍 護 法 發願 迴向 敬意菩提 然 修身之道 相須不絕 經一萬劫 始政不退位 當今凡夫 現民 信 享 清 茅 一 名 假 民 一 名 不定 聚 一 名 外 凡夫 畏出 火 財 何以得知 聚菩薩因若經 聚辦入道行為法爾 故名南行道 南行者 如論說云 於三大阿生起劫 一一劫中皆具福治之良 六波羅蜜一切諸行 一一行業 皆有百萬南行之道 始聰一味 四南行道也 又 但一劫之中 受生生死 尚不可恕之 況一萬劫中 徒誦痛燒 若能 明信佛經 怨生淨土 誰受長短 一行其事 未皆不退 於此修道 一萬劫其功 諸佛之等 何不失諒 不捨難求益也 道綽大師就是說 佛法有分成慢慢成就 跟快速成就的法門 就好像我們現在所講的交通工具一樣 今天你選擇 走路 坐車 坐飛機 坐火箭 當然就分成快速還是緩慢了 你坐火箭的 肯定比走路還要快就是 你試試看 今天要飛去月亮 你是走路比較快 還是坐火箭呢? 所以佛法也是一樣的 就是有這樣子的分類 就是有分成慢慢成就跟快速成就的法門 道綽大師引用佛門的經論就有講到 其他的法門 它都是需要時間慢慢成就的 因為其他法門首先就是要講發菩提心行菩薩道 但是講到發菩提心行菩薩道 並不是單單這麼簡單的 發菩提心行菩薩道是要準備犧牲一切的 譬如說 今天如果說我們看到醫院有病人 需要腎臟救命 那我們就要去報名 割掉自己的器官 我們有兩顆腎臟啊 你至少要割一顆半給人家 就菩提心菩薩道啊 就是要眼給眼 要耳朵給耳朵的 人家需要什麼就不是什麼 這才是我們講發菩提心行菩薩道 而且經論裡面有講到 這樣的菩薩道修行要保持三大阿生奇節 這個三大阿生奇節並不是說 什麼都不用做 就讓時間過 而是每分每秒 都要發菩提心行菩薩道 所謂的六度萬行 忍辱精進 種種的 不管遇到你千百關難關 全部都要忍過去 我們不失了 人家打我們 罵我們 騙我們 我們全部都不會在意 忍辱波羅蜜嘛 你看 像釋迦摩尼佛前世在修菩薩道 的時候 祂被人家用刀割 祂還是忍下去 要發心 但是現在的人往往不是啊 講發心 做事也好 但是一旦有一天 被人家講一兩句了 現在不要說被罵 是講一兩句而已 人家可能也只是給我們提出所謂的意見而已 但是可能就說 算了 我不做了 這裡跟我沒有緣 都講我的 那你這樣只要修成功 那就不止三大阿神奇劫了 甚至無量劫 都不可能成就的 如果講一個比喻 你看道綽大師說的 使衝一味 就是說 這個三大阿神奇劫的修行 就好像手機充電一樣 需要時間慢慢充滿 你修到第一個阿神奇劫 就充滿了第一格 才一格哦 第二個阿神奇劫是第二格 第三個阿神奇劫 才全部的充滿 所以 其他法門講修行 從來都不是說一輩子的事情 所以有些人學佛三十年 四十年就沾沾窒息了 我學佛三 四十年 我不錯了 那你這個就是糊塗了 就算你真的三 四十年 二十四個小時 沒有修行的在修行 那你跟這個三大阿神奇劫比 你連半格的電池都還沒有充滿呢 那你這個還有什麼值得 驕傲的 就更不用說 其他那些講不努力的修行的了 你看 有些人學佛三十年 也只是讓時間過去三十年而已 不是真的用三十年 二十四個小時都在修行的 那你這個就更不用講了 這樣不只說沒有充電 還浪費電 好像手機電池還沒有充到一點點 你還要繼續把它用完 那這個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夠充滿了 因為道綽大師說 我們現在的凡夫講修行 都是性向輕貓 就是說 一個人遇到佛法的時候 他可能會覺得很相應 接著說 做佛菩薩不錯 他也想做佛菩薩 這個是有的 但是 凡夫也只是想像而已 你看 道綽大師說 凡夫的想法 他的願力 就像羽毛一樣 就這樣子輕飄飄的 沒有定理的 如果我不相信 我要講一個例子 譬如說 你在佛堂發願 眾生無邊誓願度 熟悉吧 你看 眾生無邊誓願度的 但是 供修結束過後 如果你發現自己的汽車不見了 被人家偷走了 各位 現在第一件事情 請問我們會想到什麼? 汽車被偷走了 會想到什麼? 報警啊 哎呀 警察 趕快把那個小偷抓起來 把我的汽車還回來啊 是不是? 咦?奇怪了 你不是剛剛說 眾生無邊誓願度嗎? 那人家是窮啊 才需要偷我們的東西嘛 那你給他偷是幫助他應該的啊 那被偷不是正好嗎? 我們要度眾生 現在有眾生現成給我們度了 但是現在 往往都是道傳的 要對立 要競爭 要分別 要報警 好 誰要修行 假要發心 凡夫也只是想想而已 是做不到的 性想輕貌 所以 我們才會永遠在這個輪迴裡面就出不去 這就是其他法門想修行的難 靠自己修行 太花時間了 太難了 山大升起節也好 飲飯節也好 這樣的時間 老實說 我們凡夫真的是修不起的 但是念佛就不一樣啊 像道綽大師說 如果說 我們真的相信佛經裡面 所講的阿彌陀佛的願力 願意念南無阿彌陀佛 跟隨阿彌陀佛 那不管我們念了多久 你有50年的命 你就念佛50年 你有30年的命 你就念個30年 甚至醫生宣佈說 只剩下3個月的時間 甚至最後才遇到的 才念一兩聲的南無阿彌陀佛 隨受長斷 就不管他壽命有多少也好 只要有念佛 只要壽命一道 絕對能夠到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 那個時候 他到了淨土 就成佛就解脫了 跟其他法門剛才所講的 修山大升起節沒有兩樣 所以簡單來說 我們念佛的當下 其實就已經保證成就了 我們現在每天念佛 只是在等著阿彌陀佛而已 你看 時間一到 不管什麼時候到 阿彌陀佛肯定來接的 所以當然 你現在念佛 現在就算是圓滿了 因為現在就已經有資格往生了 你看法造大師說的 我們看這個多麼的不可思議啊 這是快速的法門啊 你當下念佛就圓滿 有些人就很奇怪 你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子呢? 念佛已經很簡單了 就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而已 那現在 竟然還不講念多念少念多久 這個跟其他法門三大 二生 七節 六度萬行 根本就沒有辦法比的啊 到底是什麼道理呢? 其實 我們學佛也不用講太多的道理的 為什麼? 因為佛怎麼說 我們就怎麼信嘛 這個是最好的啊 是啊 難道今天佛會騙我們嗎? 各位 佛騙我們來做什麼呢? 佛跟我們又沒有所謂的利益衝突 如果今天你講做生意 搶生意 才會騙來騙去嘛 但是佛跟我們沒有任何關係的 你講錢 佛又不要錢 他本來是王子啊 因為他講地位啊 佛又把他國家放棄了 講得不好聽 佛寧可去當一個好像乞丐的人 他去宣講佛法 以壓降石的身份去宣揚佛法 所以佛 他根本是沒有什麼利益要騙我們的 他所講的 就是一個真理 那道綽大師就引用這個經典來跟我們說 我讀一遍 這些佛跟祖師的開示 他就是讓我們安心 全部你看 都是講我們這一生念佛 決定能夠成就 沒有說 不能得生 也沒有說 或許 就說是一定 你看 極德往生 聚足功德保 極德往生 定神安樂 都是很肯定的 一百分之一百的 如果要稍微解釋為什麼說會這麼肯定 那我講一個比喻好了 就是像印光大師曾經說過的 極樂世界以為本有家鄉 阿彌陀佛以為無上慈父 因為現在極樂世界是我們的家 阿彌陀佛是我們最慈悲 最親近的父親 各位 今天如果說我們要回家 還有說不能回去的嗎? 你今天叫爸爸 難道還有爸爸是不回應的嗎? 當然沒有啦 現在 阿彌陀佛是大慈父 極樂世界是我們的家鄉 我們念佛往生 淨土 就等於是回到爸爸的身邊 回到自己的家的那一種 這樣難道說還不一定? 難道說還要看我們有沒有修行的功夫 還要看其他的條件嗎? 當然沒有的啊 這個爸爸 如果看到自己失散的孩子願意回家 那肯定高高興興來迎接他的 你還講條件做什麼呢? 這是自己的家 自己的地方啊 所以為什麼說 佛門裡面就是有阿彌陀佛會來迎接我們? 就是因為 這時爸爸看到失散的孩子要回家了 當然是歡歡喜喜 帶著所有哥哥 姐姐 菩薩來迎接我們了 回到極樂世界 道綽大師就說 你看我們一到了極樂世界的成就 是跟其他法門 修三大阿生起結的成就是一樣的 就算那個無逆十惡 最後只有念一生的南無阿彌陀佛 他到了淨土 同樣也是這樣子的大成就 所以各位 那真的是快速到不可思議啊 所以道綽大師說 為什麼有這麼好的事情 反而還有人不願意念佛呢? 就偏偏要選其他三大阿生起結慢慢修行 因為一般來說 如果現在有難有容易的 一個慢 一個快的 那我們當然肯定是選快速容易的嘛 是不是? 現在好像我們已經有了手機 打電話比較方便快速 那現在就沒有人在寫信了 那現在看到飛機很快 很容易 所以就沒有人在游泳 靠自己過大海了 你看世間的事情 我們都是選容易 快速 不要選難的 但是為什麼你學佛偏偏又要難又要慢的呢? 所以其實講白了 就是自己不聽話 甚至我們講的愛面子 哎呀 我修了其他法門 修了30年了 你現在要我放棄轉入念佛 那我以前的30年怎麼辦? 這就是愛面子 不是真的要學佛的 曾經有一個故事 是這樣子的 有一個監牢裡面的犯人 他要被判一輩子做監牢 所以這位犯人就要逃出去 他要逃獄 都判了一輩子 就計劃說要怎麼逃走好了 突然想到說 他可以試試看 挖監牢的牆壁 就等他挖了一個洞 他自然就能夠逃走了 但是監牢的牢壁很厚啊 哪有這麼容易挖的 所以就慢慢挖 偷偷挖 挖了30年 從20歲挖 挖到50歲 就挖到很深 但是還是沒有挖完 挖了30年 還是沒有挖完 沒有想到 30年以後的有一天 有一警察就來告訴他說 因為現在是國王的慈悲 免了你的罪 所以你現在可以無罪釋放 你自由了 哎呀 沒有想到 這個犯人就想了 怎麼會無罪釋放呢? 那我花了30年 挖的洞 要怎麼辦呢? 各位 如果是你的話 要怎麼辦? 你是要無罪釋放 放出去 還是要繼續挖那個 不知道能不能挖成的洞 那一般來說 都是要無罪釋放 直接出去的嘛 但是這個犯人說 不行啊 我捨不得我挖的洞啊 我都挖了30年了 我很有感情啦 所以現在 被無罪釋放出去 我不要 我就是不要出去 我要繼續在監牢裡面 繼續挖洞 各位 這是不是很奇怪呢? 那很奇怪啊 現在你明明可以出去的 但是你偏偏要靠自己挖洞 而且你這個洞 是還沒有挖成功的洞來的 所以我們不要覺得說 這個故事很好笑哦 哎呦 這個好傻的人哦 其實 我們有些學佛的人 就是這麼傻 因為他修了其他法門 可能他誦經 拜禪 餐禪 打坐 餐學 可能都學了30年 就好像剛才的犯人 挖洞挖了30年 但是 就是還沒有挖到什麼 就是學了那些法門30年 還是沒有解脫的期望 他修了那麼多 那麼久 還是成不了佛 但是 現在突然發現佛門裡面 還有一個阿彌陀佛救度的法門 有阿彌陀佛保證成就的法門 這就好像 遇到國王的恩賜 可以無罪釋放 可以解脫了 結果 沒有想到 他反而捨不得以前的法門 明明他修其他的法門 修這麼久都還沒有成就 但是 偏偏還是要繼續修 不肯接受現成能夠保證成就的念佛 那都不知道 當初挖洞學佛來做什麼的 學佛不是為了能夠解脫 離開苦難嗎? 現在念佛就可以保證得到 為什麼偏偏反而不要呢? 反而說 還捨不得以前所修的 我們看到大師說的 諸佛只等 何不失量 不捨難求一也 這就是糊塗搞笑了 搞不好繼續挖洞 挖到一半 我們講 洞突然山崩 掉下來就慘了 是啊 在我們這個世界 修其他的法門 就是有這樣子的危險性 因為我們這個世界是會土 是污染的世界 在污染的世界 你要修行呢? 老實告訴各位 是很難的 很多障礙的 你看 道聰大師說 我們現在這個世界是什麼世界? 就我們這個世界有三二道 各位 有三二道是什麼意思? 有三二道就代表說 我們在這個世界 你是有機會能夠掉下去的 講到環境 我們這個世界 太多的水會造成水災 不夠水會造成旱災 還有暴風雨 閃電 種種的 那講到人的環境 這個世界有好人是沒有錯的 但是也有壞人 你看 明明學佛很好 但是有時候人家就會阻礙 你身旁的人可能會刁難說 你為什麼學佛? 頭腦壞掉了嗎? 甚至 有些家人 親戚朋友 連自己吃素都要破壞 你看 就是惡緣了很多 而且佛說 我們今天在這個世界 越往後 未來 會遇到更多災難的 你看到了後面的世界 未來的世界 我們會遇到一個沒有食物吃的時代 大家都會餓死 過後會遇到大瘟疫 病毒 一死就死一大堆人 最後就是遇到刀兵劫 全部人可能為了搶東西 開始互相打打殺殺 這些是佛門裡面所講的小山災 這才是小山災 小災難而已 那佛說的大災難 大山災 就是過後世界會出現的七個太陽 我們現在三四十度的天氣都熱鬧半死了 但是那個時候 竟然會出現了七個太陽 所以地球都會被火給燒掉 大火災過後 就會出現大水災 把地球給淹沒 最後一個是大風災 可能例是大龍捲風之類的 把全部東西給摧毀掉 我們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子毀掉的 所以我們這個世界的東西 任何東西都是無常都會壞掉 沒有一個東西可以永遠的保存 這是以後我們這個世界毀掉的情況 佛說的 沉住壞空 所以如果說 今天 你要在這樣子的環境要修行 請問你要怎麼修呢? 各位 不要講到那麼惡劣的環境 但當我們現在人的生活壓力大 你就已經沒有辦法再講修行了 我們看現代的人 他時間可以忙到都擠不出來的 那如果說 你還活到剛才所講的那種災難的情況 請問你還要怎麼講修行呢? 結果現在 竟然還有人說要發願在娑婆世界 還勸人家不要念南無阿彌陀佛 道淨土 我還真的有看過有這樣子的人了 還是佛弟子 那你這個就是糊塗了 你看 單單我們今年的疫情期 都不知道持續多久了 我們就能夠感受到這個環境很惡劣了 所以 你還把人推在娑婆世界 簡直你把人推進火根是差不多而已啊 那道綽大師說 除了環境的不好 今天我們活在這個世界 還有自己的身形問題 我們的心總是會有貪沉思 你看 今天誰敢說自己不會發脾氣呢? 誰敢說自己不會貪心呢? 你不會貪心 結果還跑去結婚 賺錢 旅行的 就是想要擁有啊 佛講無常 你還要擁有? 不時不時 我們有情緒的問題 人家憂愁啦 傷心啦 嫉妒啦 搞是非啦 生病啦 管命啦 等等的 所以 不止環境的問題 連我們身心的問題也是污染不好的 這個要講修行就不可能了 就太難太難了 所以其他法門講修行 一定是要非常久的時間 就不止這一輩子 要三大二生期間 為什麼? 就因為我們的污染 煩惱太多了 不是說今天我們要去掉煩惱就可以做得到的 那今天你要去掉煩惱就可以去掉嗎? 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很多人整天說 煩惱都要無盡的斷掉 但是好像沒有一個人真的把煩惱斷掉了 所以 真的是太污染了 太難修了 好像一個手機電話 如果說 它的零件從頭已經快到尾了 請問你要怎麼修呢? 倒不如說 你換一個新的手機更好 是吧? 你修理一電話 要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但是你買新的手機 你現成 現在就可以得到 所以道綽大師說 換一個新的 就是我們念佛人跟著阿彌陀佛到淨土 換新的生命 換新的環境 換新的世界 這個換就非常的殊勝 為什麼? 我們看 道綽大師跟我們說 到了淨土 我們走路的時候 底下有金色的蓮花 在下面捧著我們的 是神的 不像我們這個世界 地上還發生地震 水災 海嘯的 那在淨土 你出門的時候 還有護法善神在護持 你的親戚朋友 都是觀世音菩薩 大師至菩薩 前面帶著我們的 還是阿彌陀佛 各位看看我後面這一張 極樂世界圖 到時全部圍繞在我們身邊的 就是這些佛菩薩 全部都是成就我們殊勝的因緣 各位 想想看 這樣殊不殊勝? 太殊勝了! 相比這個世界 根本沒有辦法比的 這個世界的緣分 你看 基本上 看來看去 都是貪稱施慢的人 放假去哪裡玩呢? 你這個餐廳很好吃啦? 舉巴會八卦啦? 你不知道啊 這個人啊 那個人啊 怎麼樣啊 那樣的 就算有些學佛的人 鼻子還是很高的 還是挺傲慢的 覺得自己懂很多了 所以這兩個世界 那真的是差得太多了 一個全部都是佛菩薩 一個全部都是貪稱施慢的人 那差太多了 而且在極樂世界 我們的身體還跟佛一樣是金色身 就是不壞的身體 不會再生老病死 壽命跟阿彌陀佛一樣是無量壽 到時 我們會有大神通 可以到十方世界去 去那裡 都是神通 變化自在 那比較來說 我們在這個世界能夠行嗎? 今天在這個世界 不時不時你就生病啦 一下子就生病 生病的時候 什麼都不能做啦 今天你在這個世界 去到哪裡還要準備一大堆的 所以在這個世界 講修行 我們什麼時候能夠修到像喜樂世界的程度? 所以還是念佛 直接跟隨阿彌陀佛是最好的 有一位陳居士 他分享這樣子的故事 陳居士 他本來也是嚮往其他法門的 但是他身旁發生了一件事情 讓他有所感受 他說 他的媽媽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因為平常就看到媽媽嘴巴一直在動 但是不知道的 媽媽在念什麼? 過後才發現 原來媽媽是念南無阿彌陀佛的 那在有一天 那個時候 老媽媽已經82歲了 突然打電話回來 告訴自己說他病重了 就是老媽媽打給陳居士 這個孩子說病重了 讓孩子回去 但是陳居士回去的時候 看到的媽媽精神還是很好 完全不是生病的樣子 怎麼說病重呢? 但是媽媽卻很認真地在交代後事 他說自己時間不多啦 你這個事情要這樣處理 那樣處理的 就這樣子交代 陳居士看到媽媽這麼健康 就想到說 這個老人家 大概是 我們講年紀大了 胡思亂想 所以就安慰幾句 媽媽 你不要胡思亂想啦 沒有事的啦 因為陳居士 他是因為媽媽打電話過來 是匆匆趕過來的 現在又要匆匆忙忙地趕回去 現在看到媽媽沒有事了 當然就要趕回去了 媽媽看到孩子來了 馬上要回去 也沒有說什麼 她就說 那你要回去就回去吧 結果沒有想到 孩子在離開的這個第二天 隔壁的鄰居一來到媽媽家裡 看到沒有人回應 一進去看 發現媽媽已經坐在船上斷氣了 坐在床上走的 趕快去把這個陳居士 這個孩子叫回來 陳居士聽到消息的時候 就想到說 沒有想到媽媽昨天講的竟然是真的 結果又趕回去 回去的時候 發現媽媽是坐在床上 衣服是穿得整整齊齊 面色紅潤 表情安詳 姨父就是告訴大家說 我是回到阿彌陀佛極樂世界的樣子 那肯定是阿彌陀佛提早通知媽媽的 要不然媽媽也不會這樣子提早準備的嘛 這孩子 陳居士 其實剛才所講的 他很早就學佛 但是他一直以來都不肯念南無阿彌陀佛 因為他認為說念佛是不認識的老太公 老太婆念的 是吧 各位 一般人認為念佛都是那些老的咯 病的咯 沒有用的咯 什麼都不懂的人 那你就念佛 像我這種會讀書的 上大學的 我有文化的 怎麼可以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呢? 那陳居士本身是知識分子 他就這麼認為的 所以他認為說 他應該學一些高級的法門 其實法門並沒有分什麼高級 不高級的了 只有分自己能不能得到利益 只是有些人認為說 越看不懂的佛法 就是越高級 像有些禪宗的語錄啊 哇 玄玄妙妙的 哇 看得是懂非懂的 哇 這個一定很高級 那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就整天念的 有什麼了不起的 所以陳居士其實他一直都在看其他法門的書 學其他法門 但時間一久 他發現其他法門講的道理 也只是道理 根本不可能做得到的 他講空性 講明心見性 講大廁大悟 對於現代的人來說 怎麼可能做得到呢? 現代的人 當然生活壓力就把他搞垮了 現在就算是出家人 也沒有辦法的 修到最後 你還是成不了佛啊 所以陳居士說 雖然他一直在學他認為高級的佛法 但是也只是一個概念而已 那現在 看到自己的親人 老媽媽 就這樣一個普通人 就只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 沒有出家修行 對佛法也不是很懂 他每天就是在家做家務念佛而已 結果最後 身體完全沒有病苦 還能預知實至 知道阿彌陀佛來接應 自在地念佛往生 就這一個實例 把陳居士給敲行了 他就想 如果今天還在其他的法門 他能夠做得到嗎? 那不可能 唯有阿彌陀佛的救度法門 才有辦法 所以陳居士才從其他的法門轉渡念佛 道綽大師說了 其他的法門 但能服業 受盡多退 就是說 如果說 今天其他法門 就算我們修到很有功夫也好 你很有定力 你感覺不錯 但是那些 只是暫時的 我們那種功夫是保持不住的 你健康的時候有功夫 那你生病的時候搞不好 你就垮掉了 尤其臨終的時候 各位比生病更慘 基本上那個時候 所有修行人都是一敗土地的 不要講那下一世 連我們這一世 我們就是這樣 你看 家綺他法門講修行吧 你共修的時候 可能你打坐 感覺自己好像一尊佛 哇 好像真的不錯了 但是共修一結束 當你回到自己生活的時候 又有多少人能夠保持得住呢? 你老闆一給壓力 你先生太太的問題 孩子不聽話 經濟不好種種的 你一下子就垮了 平常的生活都這樣 那怎麼可能保持一輩子 甚至是生生世世呢? 所以 倒不如說念佛好 因為大師說 念佛法門是 除罪多劫 就說 我們每一生南無阿彌陀佛 都可以除去多劫以來的罪業 其他法門是要講自己的功夫的 那是念佛 是講阿彌陀佛給我們滅罪 不是靠自己功夫的 我們每天念佛 阿彌陀佛每天就給我們滅罪 一生南無阿彌陀佛 你就消掉八十一劫的罪 再一生南無阿彌陀佛 又再消掉八十一劫的罪 你每天這樣子念佛 阿彌陀佛保證我們永遠都是前進不會退轉 無量壽經說的 急得往生 住不退轉 肯定100%能夠得到解脫 能夠得度 為什麼說念佛法門跟其他法門會有這麼大的差別呢? 因為大師說 念佛是因為有阿彌陀佛的佛力加持的 其他法門只有靠自己 靠自己 如果有一天自己靠不住 你就倒台了 但是現在 如果說你是念佛 靠阿彌陀佛 就算自己沒有能力 也無所謂 我講一個比喻 就好像我們現在講的爬山一樣 爬山 如果說現在是靠我們自己來爬山 那如果你爬到一半 突然沒有力氣 你肯定就掉下來了 是不是? 但如果說 你現在不是靠自己爬山 反而你坐的是電纜車 是電車把我們載上去 那就算我們到一半 我們在電車裡面睡覺了 那車還是順利把我們載上去的啊 是吧? 所以 這就是想到靠佛力的比喻 所以道綽大師說 這樣其他法門 不如念佛法門 就是這樣 因為念佛就是有阿彌陀佛的佛力可以靠 保證可以成就的 所以明白的人 肯定他是會選擇念佛 因為有阿彌陀佛的照顧 加持互念 難道說我們還不要嗎? 我們在這個世界 你每天的事情都需要別人幫忙了 但是現在在學佛的路上 我們講消遇業障 征服報 化解怨心在主 解脫往生極樂世界 成佛道 全部通通阿彌陀佛給我們包辦 那難道你還不要嗎? 我們現在只要每天念佛 信受阿彌陀佛的救度就好 這樣不是很好嗎? 所以有佛可以靠就要靠 不靠的人肯定是不明白 不清楚 或者是糊裡糊塗 因為明明有車可以坐 大家偏偏選擇走路 那就是糊裡糊塗的人才做的事情啊 那道綽大師就引用佛經跟我們說 這個念佛種種的好處 我來讀一遍 就是說 佛說的 如果現在有人一個月之內每天供養一切的眾生 不管老人 大人 小孩 甚至不管是動物 餓鬼 地獄 全部都不失地供養 單單人類就有80億人啊 現在80億的人全部得到我們的供養 那各位 這樣子的供得到不大? 非常大的啊 你不要講80億這麼多啊 你能夠給800個 8000個 節約就已經很大了 但是佛說 如果能夠念一遍南無阿彌陀佛一生 這個念佛一生的功德 還比供養一切眾生的功德還要大 而且超過不可思議的地步 有些人說 師父有這麼誇張嗎? 是啊 就是這麼誇張 為什麼? 因為就像剛才所講的 念佛法門是靠佛力加持救度的法門 各位 我想問你們 今天打工賺錢比較快 還是王帝直接送你金銀珠寶比較快? 哪個快? 當然是王帝送的快啊 你打工再辛苦 還不如直接得到王帝的獎賞 來得輕鬆跟殊勝 所以輕鬆的念佛 反而比苦行苦修的功德還要大這麼多 就是這樣 畢竟有念佛 就能得到佛中之王阿彌陀佛無量共受的功德加持 所以不管其他法門怎麼樣的好 他就是不如念南無阿彌陀佛就是 沒有說其他法門不好啊 其他法門都很好 但是就是不如念南無阿彌陀佛的好嘛 甚至你看 祖師引用佛經講的 是閃心念佛 如果說 你不能專心念佛的也好 你只能閃心的念佛 但是所得到的利益 還是算都算不完 所以靠佛力的念佛法門 就是跟其他靠自己修行的法門是不一樣的 所以平常的生活當中 我們每天最重要的就是念佛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的生命 每天就是念佛 至於其他的 我們有多餘的因緣能力才去做 甚至最好的 我們做的事情 全部跟念佛有關 像有些人有能力 想要護持 他就可以參加跟阿彌陀佛有種種關係的活動 像確認念佛啦 參與念佛的共修啦 護持念佛的道場 種種的 甚至更好 更有心的 出家弘揚了念佛就是 你看 我們這些法師 全部都是為了弘揚念佛才出家的嘛 就是我們做的一切 就是跟念南無阿彌陀佛有關 簡單來說 我們就是上阿彌陀佛的班 世界人講上班 但是我們的班是阿彌陀佛的班 阿彌陀佛是我們的爸爸 也是我們的老闆 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為了推廣 爸爸阿彌陀佛的念佛法門 這是我們自家的家業啊 那這樣我們的人生 我們學佛的路上 肯定就是幸福 安心 安樂 保證成就的 那肯定啊 我們念佛像阿彌陀佛的班 阿彌陀佛難道還不會照顧我們嗎? 各位會不會照顧? 世界人講上班了 老闆都給你薪水了 難道我們還擔心我們大使父 大老闆的阿彌陀佛會給我們跳票嗎? 那當然是不可能的嘛 所以 今天學習到道綽大師所講 快速成就的念佛法門 有些人總認為說 學佛要多勝多劫才可以成就 這是沒有錯的 但是 佛門裡面就有分成兩種 一種就是這樣子多勝多劫 慢慢修行成就的 還有另外一種就是念佛接受阿彌陀佛救度的 這種快速的法門 當我們遇到阿彌陀佛的時候 我們從念南無阿彌陀佛開始 然後每天就隨著自己的因緣而念 這樣壽命一到 慈悲的阿彌陀佛一定會來接引我們 歡迎我們到淨土的 這個比三大阿神奇節都不知道快到幾萬億倍了 因為這是靠阿彌陀佛佛力救度 不是靠自己修行的 當然這快到不可思議了 好像靠自己走路永遠就輸給火箭一樣 那以這個時代來說 確實這樣子的法門最適合我們的了 所以今天這堂課就暫時先講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次再繼續 那先預告一下 下個星期就是我們學習安樂集的最後一堂課了 時間也過得很快 一下子十多個星期 三 四個月又過去了 所以我們下個星期再繼續這個最後一堂 好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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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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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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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照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影响最为广大持久深远的宗派 至今已如海纳百川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